女人终归是害羞又胆怯的 遇到自己想要的事情 往往都说不出口 得不到却又不开心 还是憋在心里 一直闷闷不乐 但是作为男人的你 却又不知道多大的委屈 最需要的时候不再 真的很遗憾 一 好久不见之后的重逢 以及分开很久的情侣或者夫妻 忽然有机会见到彼此 多么难得的机会 真的要好好珍惜 说不出有多么感伤 在车站再见的那一刻 真的可以哭出来 好想说一句 好久不见 我很想你 二 伤心难过 受伤过后 他肯定受到很大的委屈 特意跑过来跟你诉说 在你肩膀哭泣的时候 是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只想跟你在一起 哪里都不愿意去的时候 他真的很依赖你 也特别需要你 三 晚上一起散步 一起聊天的时光 吃完饭之后一起去散步 一起享受这悠闲的时光的时候 这女人会感觉日子很幸福 真的很想跟你过日子 是多少人渴望不可求的生活 如果你可以给他 他一定跟临你了 四 两个人吵架之后 他哄你的时候 大家因为一些事情 又开始吵架了 这时候他认错 跑回来跟你认错的时候 紧紧抱住你 让你别离开的时候 那一刻真的特别感动 女人一定会回心转意的